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呢和大家聊一聊俄罗斯啊 今天这期视频是关于他们总统普京的 这个普京啊是真不要脸是吧 我前两天我记得我给大家做过关于俄罗斯的一些视频呢 包括这回咱们电荒之后 俄罗斯这个电力出口上 这个出口公司又提价了又怎么地了 又不给咱们输送电力了 说他又赔了 割背后捅刀子 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是吧 咱们不能说他没好人 但是就他的历史来看 他特别具有侵略性 而且把咱们中国的这个领土啊 侵略的真的是 侵略出去三分之一 这也太狠了点 就他们这个民族 所以对于他这个民族 西方来讲 他是特别小心的 一般都是为什么要小心这些民族 他历史上他就好侵略 就包括今天的德国也是啊 今天的德国也不能让他成为这个欧洲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那都是有历史这种 都犯过历史罪的这么一些国家 所以说为啥现在要打造欧盟啊 打造他们这个什么北约 是吧 共同防御啊 让他们都在一块 相对来讲都比较好啊 而且你看德国他对于二战的一个忏悔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啊 虽然比较到位 但是对于这个民族 对于这个国家 那也不是不防的 对吧 他历史上有这个基因的民族和国家 他多多少少 他都有这个 可以这么说 他都有这种民主主义思想 什么国家主义啊 有什么这种侵略的一个想法啊 历史上犯过罪的 大多数啊 都应该值得警惕啊 那当然中国 就是在这个近代以来啊 或者是说在 大部分都是在大清时候 是吧 一直是挨欺负的 是吧 因为欧洲发展是比较好嘛 完成工业革命之后 我就列强就开始 咱们是列弱国 中国是列弱 所以说开始欺负咱们 咱们比较惨啊 一直是挨欺负的 但并不代表 咱们这个国家的人 他没有这种领土意识 或者是说 咱们虽然不侵略吧 对吧 但是咱们也有什么大一统啊 民族主义思想啊 什么国家主义啊 现在开始倡导这些 这些基因 我记得以前啊 有一个这么个说法 就是马歇尔啊 这个美国当 当年的这个前国务卿 马歇尔说过 所以共产主义发展的国家 通常来讲 是由于贫穷产生的 当然这句话是有一个争议啊 但是这个是马歇尔的一个观点 那值得咱们大家去探讨啊 大家看到没有 越贫穷的国家 共产主义越发扬壮大 越富裕的国家啊 自由和民主 这很好的就说明了问题 其他的我不跟大家去说 对吧 那这个是人家 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说的 好了 那咱们回过头来 接着说普京的事啊 这个我看完这个 我觉得是太不要脸了啊 说俄议会通过了法律 普京将终身免于被起诉 我给大家念一念吧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说根据俄罗斯杜马通过的一项法案 俄罗斯这个杜马就相当于 美国的国会 什么英国的议会什么的 就这些东西啊 杜马说可以代表人民 是吧 代表人民吧 给他总统特色了 是吧 太逗我了 说前国家领导人啊 拥有终身免于被起诉的一个权利 那总统普京啊 签署了该法案 咱们可以看啊 这个俄罗斯公布的法律新规啊 也适用于这个 前总统的一个家人 我得买 这怎么还连窝端了 这连窝都让特色了 68岁的普京啊 在夏季 刚刚通过了一项 有争议的宪法修成案 为自己争取了 更多的一个特权 理论上他可以留任到2036年 哎呦我去 那留任到2036年的俄罗斯 不想换换口味吗 换换银吗 那这么一个 老是这么一个强权的人物 在这个政坛上 你不想换一个相对比较温和派 跟国际做做省意吗 对吧 这位克林姆林宫的领导人 至今呢 仍未透露 他是否会在2024年的 下次总统大选中啊 再次参选 那这个是那个什么 这个是这个 普京最近的一个动向啊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前总统梅德维杰斯福 也终身这个免于起诉了 那我就想跟大家说啊 你说这种就是 咱说刑事犯罪豁免权啊 通常来讲 就是一般的发达国家 只是在总统任职的期间 他有这个特权 因为怕变这个总统有点啥事啊 什么的 他会打过 影响这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啊 那这个是一个事啊 再有一个 如果总统 比如说在这个发达国家 在任职期间 犯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一个罪行啊 或者哪怕你跟 就像那克林顿跟莱文斯基 有点丑闻的国会 也可以对他进行弹劾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发达国家 这个法律的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咱们看待这个普京啊 这个怎么宪法 说改就改了 对吧 那我就感觉他这个杜马 他们这国家这个议会 是不是也是一个白色 如果这个法案 要是真的能够推行的话 或者是说这个真的能够 就是他这个国家这个议会 能够一致通过的 那我认为俄罗斯这个国家 真的他不是说一个什么 可以这么说吧 他不是一个具有 现代化文明的一个国家 他也不是属于说这种民主国家 他还是那种专制和独裁 如果这条法案要能通过的话 对吧 那他这个法案都能通过 那你说那个杜马 是吧 就他们那个什么 那个国会议会的啥的 那你说跟这个 某国的 这个人民的一个代表 有什么区别呀 是吧 到时候一举手一举手 我都同意了 同意了 同意了 就完事了 这不景人不好吗 所以这个普京 他真的 他签署这个法案 就是不要脸到极致了 那怎么呢 他当总统的时候 或者是他当总统之前 干了什么苟且的 违反这个国家刑法的 一个事情 那违反刑法 那是很严重的一个罪 所以他这个 真的是特别 让我不能够理解 这种专制独裁的基因 大家看到没有 老改宪法的国家 没一个是好东西 你看这个北朝鲜 是吧 有的国家我不敢说 我不说 对吧 反正你看这个 这个俄罗斯 是吧 你看这老改宪法的 这没一个好东西 你看这个共产主义国家 就像那个北朝鲜 是共产主义国家 他老爱改宪法 老爱改 今儿改 明儿变 天天改 所以说宪法是什么 宪法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 那为什么 咱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你改相应的 其他的相关的一个法律 咱们可以与时俱进的 为什么宪法 不要老改他呢 因为法律的执行 是有一定的延续性 还有一个 宪法是国家的 这个法律的立国的一个根本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如果你宪法老改的话 就证明你这个国家的宪法 有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也证明你这个国家的法制 存在严重的一个漏洞 那如果你这个宪法立的 都什么都不是的 给老来回进行涂抹更改 招令西改的 那我就认为啊 那这个国家的法制 几乎倒是零 对吧 你就老改宪法 这属于最终的一个游戏规则 你老改 你比如平时与时俱进的话 你可以增加相关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法案 对我对于这个法律 不是说特别的了解 但我仅对于这个宪法 我还是有相应的一些基本知识的 我知道这个宪法是指导国家的 其他的相关的法律的制定和实行 什么刑法呀 民法呀 什么什么的 那些其他的你可以改 对吧 你可以与时俱进呢 比如说以前没有这个产业 比如说像这回闲子的性骚扰 对吧 以前可能对这方面的法律上有漏洞 咱们可以填补啊 或者是怎么弄啊 对吧 咱们把这个朱军这个色狼赶紧生擒了 是吧 这个你可以整 但是宪法是属于一个国家 法律的理念 法律的根本的最后一道屏障 如果你宪法要是老是随意的 这么进行更改的话 这个国家的法治呢 就是烂透了 根本它就不健全 所以说我可以通过这一点 我就看到这个普京 这个俄罗斯的 如果他这个真的能够通过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 他这个签署完是不是就生效了 我对于他这个我也不想再说了 只要是他这个 这个他这法案 普京签署完假如说就生效的话 这个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 我认为俄罗斯这个杜马 他这个议会就是一个花瓶 他压根就没有自由民主和法治 他跟专制独裁 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 所以不要老是标榜了自己国家 是多么民主啊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个普京 我感觉挺爱作秀的 老想把这个俄罗斯民族 表现一种特别强硬的一个作风啊 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 什么领土啊 特别强硬啊 是吧 你要是不服我就打你 这种国家 他老是靠这种武力啊 这些东西去委设其他的这些国家 而不是走到这种谈判桌前去谈判 那这个你老是秀肌肉的这些国家 通常来讲 他没有自己的一个文化底蕴战 他通常来讲 他是不讲理的 他只能通过打打打 杀杀杀来扩充你的一个地盘 那这种国家 我觉得应该被全世界人民所唾弃 对吧 被全世界人民所围剿 不愿意走到谈判桌上的人 只会靠这个武力打打杀杀 那绝对他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啊 正常的一个文明的国家 他既有武力 他也有这种谈判的一个意愿 和和平的民主的一个意愿 咱们可以先礼后兵先谈 咱们都做到最大的一个让步 通过谈判的免于这种战争的一个争端 除非对方是这种像 像北朝鲜那种 名玩不灵的是吧 北朝鲜现在我就想说 他之所以到现在没倒 一个是这个金家王朝的 他们的这个执政的手段的 手腕特别的狠对吧 再有一个 我认为啊 我认为北朝鲜 他是受到了一些国家的一些支持 那具体我就不说了 他肯定是有支持的 要不然他不可能存活到现在 是吧 他自己就玩完了 我就在想啊 你说就是这些北朝鲜的这些民众什么的 他拿个外远镜是吧 就往南韩望一望啊 对吧 找个高山 没事望一望 你就知道人家的街道 街景是什么样的 你再看一看你国家 那他也太搞笑了 是吧 那北朝鲜真的就太搞笑了 所以说这些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我认为所有的一切 他们的宪法就是闹着玩的 是吧 就是闹着玩的 拿那个宪法胡强比较好 是吧 你别拿出来说 给别人念 太太高笑了 是吧 所以普京现在这种不要脸的一个做法 我认为啊 真的是不要脸到了极致 那希望他以后能要点脸 再有一个就这些善于侵略的一个国家 是吧 善于侵略的一个国家 真的你呀 少秀肌肉啊 多秀这个民主 是吧 多秀你们这个国家的人多可爱 少弄那些什么 我又核打击核导弹 什么我又整个三千枚核弹头 是吧 像胡锡进这个 王八犊子 对吧 叫核胡锡进这种人 这种玩呢 尽量少点啊 这个国家的人呢 多热爱一下和平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做到这儿啊 下期再见 拜拜